英国报应 丝毫不上 莫要生前无所畏惧 而来到阴曹地府 受尽地狱酷刑 鬼不当初 正所谓阳间作恶 阴间受罚 十八层地狱酷刑 一个比一个惨不忍睹 比如这些正被莫成痘疆 受尽残忍酷刑的罪鬼 生前都是忤逆不下 大逆不道之徒 而这些正被狼牙棒按摩的鬼 生前都喜欢招风引爹 所以来到阴曹地府后 必须享受到惬意的按摩服务 再比如这些正被鼠蛇撕咬的鬼魂 生前都是喜争好权 为了钱财负责手段之徒 因此来到阴曹地府 都会被打入咬行地狱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里惨叫连连 罪鬼们每分每秒 都要受尽地狱的折磨 纵经一劫 求处无弃 比如这个男鬼 生前杀人放火 作恶夺端 来到阴曹地府后 非法抱着冒烟 桶子蒸桑拿 直至被烧成黑炭 再复原受刑 而这些正挤蛙乱叫的鬼 生前喜欢挑拨是非 所以来到阴曹地府后 要享受跋涉服务 总之 十八层地狱酷刑 惨不忍睹 听着阵阵的惨叫声 只让人头皮发麻 你相信因果报应吗 比如这个老太太 虽作用家产万贯 但极其吝啬贪婪 奸僧可薄 丫鬟好心施舍别人的米饭 她却一把抢过打碎 并且还大声训斥 喂狗都不给他们吃 遇到天灾 别人教不起地租时 她不仅没有同情心 反而还派人放火 烧了人家的房子 结果 自己的丈夫 喂救火中小孩 却被活活地给砸死了 然而 丈夫死后 老太太就重病缠身 磨床不及 好不容易请了一个名义 说是 只要听了小鸟唱歌 老太太的病就会不治而遇 奇料 直到老太太断气 小鸟才发出了 清脆悦耳的叽叽喳喳声 正所谓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老太太生前 也为奸僧刻薄 坏事作劲 所以来到阴曹地府后 阎王爷罚起 受尽十八层地狱酷刑 受完酷刑之后 再被打入恶鬼道 而恶鬼繁件食物 食物即刻变成火焰 这是因为 恶鬼道中鬼之夜里最重 而福报极低的缘故 所以任何的痛苦和折磨 都是咎由自取 自作自受 如果有恶鬼道的话 你最想将谁给扔进去呢 好 好 好